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光阴宝贝的支持 今天呢,看看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 那来了这么多客人都等着吃饭呢 但是呢,我只准备了一个披萨 那肯定不是不够大家吃的 那怎么办呢?超市今天又特价了 我特意上超市买了一大车好吃的 看看,哇,来了一车好吃的 看看都买了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看 看看都买了些什么好吃的 光一个披萨当然不够大家吃的 有面包,西瓜,苹果 苹果,苹果,这个是西红柿 草莓,面包 面包买了很多 因为客人很多 大虾,火腿,胡萝卜 大螃蟹,大螃蟹,鸡蛋 然后呢,橙汁 猪桃,大蒜 鱼 这个是什么?冰淇淋 汉桃 汉桃 哈密瓜 然后呢,还有蘑菇 还有这个也是西红柿 还有葡萄 哇,是不是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 那这么多好吃的 我们应该怎么给大家做呢? 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把它们都切开 然后呢,再给大家做一顿美味的食物 看看这么多好吃的 哇,真的好喜欢啊 现在呢,我都馋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切一切 然后呢,给它们做一做 做一桌美味的食物好不好 那我们先来切一切 把鱼切一下 哇,给它装到盘子里 鱼 哦,巨大螃蟹 给它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哟 苹果 给它们上点水果吧 这里有西瓜 先给它切成两半 然后呢,再切成四半 嗯,切成四半 好,一盘大西瓜 苹果 咱们也给它切成四半 哇 切成两半以后呢 再给它切成四半 嗯,大苹果 然后呢,西红柿 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 它维生素比较高,对不对 平时呢,我们应该多吃一些西红柿 我们把西红柿放在一边 哦,再还有汉堡 嗯,汉堡 汉堡也需要切吗?当然啦 汉堡也需要给它切开 因为它很厚,咬起来很难咬 看看汉堡里头夹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所以左一层右一层有青菜,有肉,还有鸡蛋 所以呢,要把它切开 然后呢,还有面包 嗯,面包 再买了很多种面包 是不是啊 咱们把这些面包都先给它切开 把这些蘑菇呀,都给它切开 草莓 哈米瓜 这些买了很多种水果 我们每样都买了 因为有这么多客人 不知道他们喜欢吃哪一种 所以呢,都买了 每样都买了 有橙质 橙质 大蒜 大蒜是用来配菜的 我们炒菜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用胡萝卜也是配菜用的 然后呢,霓虹桃 哦,霓虹桃 这个呢,是土豆 好了,菜我们都切完了 下面呢,我们需要把它们都装到盘子里头 把他们都装到盘子里头 做一桌美味的食品 面包 给他们装到一个盘子里 面包是不是有很多种啊 看看他们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所以呢,我们都一样买了一个 给他们放到这里 冰淇淋,他们可以随便的吃 然后呢,水果给他们上一盘 水果也有很多种哦 水果 水果 还有霓虹桃 草莓 葡萝 葡萝 然后呢 土豆 胡萝卜 然后呢 还有大虾 蘑菇 香肠 看看 哇 这么多好吃的呀 好多好多呀 太多了好吃的 那我们把它们摆一下吧 还有披萨 披萨我们还没有切开 一会我们给它披萨也给它切开 不切开小朋友们会怎么吃呢 把它切开一半一半的 对把它切开 嗯 这样呢 客人们就可以随便的吃咯 他们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 啊 客人们可以开饭咯 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们的胃口呢 那这些合不合小朋友们的胃口呢 那看看我们的披萨是不是很有食欲呀 还有这些西瓜水果 螃蟹 鱼啊 是不是都看起来很好吃啊 那今天我们就给这些客人做这些美味的食物 下次呢 如果再光临的话 我们还给大家做他们喜欢吃的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视频 我们是光严宝贝 喜欢我们的就订阅我们吧 好 下次再见 拜拜